來到台南走訪文青風格小店 愜意的椅窗 享受陽光 又在看書 然後在點上 一碗米糕 你沒聽錯 這就是在地新崛起的小吃二代店 高質感風格 讓你咖啡廳小吃店傻傻分不清楚 因為想要 然後影響我們台南的小吃 能夠更棒的風格給顧客 因為媽媽現在也有年紀了 很怕她的味道會失喘 所以趁她現在還有辦法 傳授給我們的時候 然後把它學起來這樣子 一開始是希望說 鍋燒意麵她可以把它 像日本拉麵那樣品牌化 她可以讓她有一個故事性 有一個精神 在裡面 這碗麵的味道是 很多人無可取代 因為她願意花這麼長 因為她就是以她這個精神 去煮出一碗很平價的鍋燒意麵 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不願意的 但是她願意這麼做 因為她想要讓消費者吃到 最實在最獨特的味道 為什麼要開這間店 是因為我希望大家可以很優雅的吃 重吃 跟我們老店比較不一樣 是我們這邊的環境應該30天 那還有我們店平常也多了很多 讓大家可以吃小事 比較不容易聊天 慢慢坐下來聊天 以及幾分慢 那一些老客人還在 他們對這樣子一家店概念 一次念念不忘 後來就決定了 集資兄弟姐妹的智慧 跟大家的力量 我們再把這樣子的店開回來 讓年輕人一帶來 繼續幫這樣子的忙 把這樣子的店能夠有永續的傳承下來 那我也希望這樣子的魚湯 能夠帶給台南 台灣 甚至於在國際上 大家可以看得到 台南人喝魚湯的文化 歡迎來台南 我想要給台南人喝魚湯 下次見 去 economy 那